今天介紹一下我們的五謀臣之一 尋優 騎兵攻兵雙S 屬性方面統帥和自力都還可以 但是速度是真的慢 自帶戰法十二其測 一觸敵軍一到二人的爭議狀態 提高我軍全體5%主動戰法發動概率 受智力影響 並且下次釋放主動戰法時 還會對敵軍單體造成102% 受智力影響的智力傷害 說這個差吧 他有一定的上限 提高友軍的發動概率 並且是全體 說他好吧 不穩定因素太多了 所以也就那麼回事吧 傳真戰法運籌決算 法術版本的所向披靡 但是發動概率可比所向披靡高太多了 可以考慮猜一個 四件戰法的絕水潰城需要一張尋優 在麒麟宮沒有合適戰法的時候 可以做到平T的效果 陣容構築方面 玩一個五謀城的緣分隊似乎還不錯 陣容由賈許成語尋優組成 賈許奪魂尾書 成語太平識別或者四面大象 尋優帶上輔助戰法打工 八門戰壁這一類的 五謀城平T的戰法很多 無需罪言太多 兵書選擇靈敵不亂加力軍 全之力加點 總而言之尋優的定位是很尷尬的 移除敵軍爭議 講道理真的不如移除我軍負面狀態 衍生傷害又是第一的可憐 基本上作為五謀城裡沒有國家 或者違法其中沒有曹操的情況下 充當工具人的存在 那麼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 咱們下期再見